最後我們把光合作用做一個最終的結論 我們先來複習一下光合作用的總反應是你們可以背得出來 這要背起來喔 作用的總反應是什麼 水加二氧化碳 產生什麼呢 日光 日光就是能量的部分 在哪裡進行呢 葉綠體 葉綠體 產生什麼呢 產生的物質是先產生什麼 氧氣先被製造出來的氧氣 再來什麼 胡椒糖 還有什麼呢 水 還有一些水分 那我們一個月來探討 首先第一個 植物的水從哪裡來的呢 植物的水分從什麼地方來 從根部 從根部對不對 來自於根 好 來自於根 來自根 第二個 請問他參與在哪個反應 光反應還是碳反應 光反應 光反應 光反應的目的就是把它水分解 水分解 它是光反應的材料 光反應 那光反應之後呢 水就會被盪出來 會盪出氧氣 對不對 好 那第二個部分 請問二氧化碳是從哪裡來的 來自什麼地方 來自空氣中 它怎麼進到的細胞裡面 氣孔 氣孔對不對 來自氣孔 所以它是來自於氣孔 氣孔 好 那請問他參與在什麼反應當中 不是光反應喔 不是光反應喔 那為什麼會一直講碳光反應呢 光反應就是把水分解 產生氧氣 就這樣子而已啦 沒有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在什麼反應 一起說 在一起說 碳反應 碳反應對不對 它反應就要 二氧化碳啦 所以就是什麼反應 它名字就是碳 所以它是什麼反應 碳反應 可以嗎 好 所以它也在看反應裡面 好 那我們來做個連結喔 氧氣呢 要從哪裡排掉 氧氣從哪裡是吧 也是從氣孔 就是 就是氣孔是吧 好 第二個 氧氣是來自於誰的產生啊 水的分解對不對 是不是 所以它是屬於什麼反應的結果 光反應對不對 光反應對不對 光反應水分解 造成的 產生的 可以嗎 就是我希望你們把每一個分子它猜你在什麼階段都要弄清楚 所以光反應是水 是光反應的產物 的原料 氧是光反應的什麼 產物 可以嗎 那相反的 二氧化它屬於什麼反應呢 碳反應 好 那它反應的產物是什麼 浮浩糖跟水 所以這樣可以理解嗎 這個 產生這個 這個產生什麼 產生這個 這樣可以嗎 這兩個關係就是通過能量把它結合來一起 好 所以呢 這是氧氣的部分 氧氣是它不要的喔 那浮浩糖跟水呢 水當然我們就不講了 水就是水 那浮浩糖有什麼特別呢 浮浩糖它可以做什麼事情呢 第一個 它是一種糖分 對不對 它呢 可以怎麼樣 它儲存能量 儲存來自誰的能量 光合中的能量 一開始什麼來的 儲存 光的什麼 能量 所以你知道嗎 光合中那個最後的能量跑到哪裡去的 浮浩糖 所以你吃浩浩糖有沒有熱量 我們不講過了 那浩浩糖的熱量怎麼來的 從哪裡來的 水有能量嗎 沒有 沒有 費用它的能量嗎 沒有 日光能量 有啊 所以能量來自於誰 所以最後就是把日光能量呢 進到哪裡去呢 進到浩浩糖 還有什麼 纖維素對不對 暖化為澱粉 緷 甚至植物還可以把它變成蛋白質 可以透過一些其他的元素 我們可以用一個圖形來表示,看到第六十三頁 首先我們畫一個大大的綠色的球,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這代表是頁底 我們把頁底切成兩個部分,假設是 左邊叫做光反應 光反應要有什麼材料呢?我們大家再複習一次 有太陽,對不對? 太陽光光的光 光照射進來 還有什麼東西要進來? 水,對不對? 我就寫個水 水也進來之後呢,進入到什麼反應呢? 光反應 什麼叫光反應? 好,那請問光反應會排出什麼東西? 氧氣 很好,好,氧氣 氧 氧會從哪裡跑掉? 氣孔跑掉,對不對? 從氣孔跑掉 好,所以氧氣 那接下來光反應的那些高能物質呢? 會進入到第二階段叫什麼呢? 碳反應 碳反應,對不對? 碳反應 碳反應的材料是什麼呢? 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 CO,對不對? 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也是從什麼地方進來呢? 從氣孔進入了 氣孔 氣孔進入了 氣孔 氣孔進來 那產生什麼東西呢? 土瓜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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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土瓜 所以土腳就產生了 所以這就是整個 光合作用的一個 一個 一個減 比較可以理解嗎? 那你可以在水這邊寫個根 二氧化碳寫個氣孔 氧氣寫個氣孔 水是從根來的 從根來的 那氧氣呢 從氣孔進去 二氧化碳也是從氣孔進來的 那這邊 葡萄糖呢 同學我告訴你一個提醒你 葡萄糖會從哪裡離開呢? 會從 叫做 熱皮膚的地方離開 熱皮膚 就是 尾管樹裡面有個熱皮膚 那根呢 這邊有個部 這個叫什麼部呢? 叫做 木質部 這個是下個單元可以介紹 根的木質部 它這個是 熱皮膚 養分手熱皮膚 水分手什麼呢? 木質部 你可以先稍微記一下 我們之後會仔細的介紹 這兩個的東西 好 這樣可以嗎? OK 好 先幫我記一下 好